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接下来明镜会来跟大家分享计划执行当中遇到的挑战还有我们可以做什么 明镜来吧 大家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可能用15到20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我们的计划在做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常的工作流程 最后的话应该会在每一个阶段稍微提一下我们在执行这项计划过程里面遇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我们处理的方式这样子 那最后可能会留10分钟的时间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觉得可以讨论的 所以这项计划因为名字叫China Design Monitor 那中文名称叫一眼网 然后计划主要目的的话是我们希望可以收集系统性的记录中发生在中国的抗议事件 那这个抗议事件的收集范围我们是缩现在中国本土 所以香港还有澳门的话其实不在我们的记录范围之内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在定义什么叫做抗议的时候 用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接定方式 所以只要是行动者在中国本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 表达不满或者是说要维护权益 或是要促进自身或是公共利益的话 基本上都算在我们记录的抗议事件的范围里面 那之所以定义这么宽松是希望 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尽可能收集到不同类型的中国的抗议活动 然后从最常见的劳工抗议 还有业主抗议 一直到大家可能之前有听过2022年年底的时候的白纸运动 这些都是我们会记录的抗议事件的类型 那其次的话就是 在我们收集的抗议事件里面 包括线上还有线下的抗议 只是说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尽可能把比较容易被政府删掉的资讯留下来 所以这项计划它记录的大部分的内容还是以线下 就是街头的抗议为主 那线上的话我们通常就是会收集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 或是比较特别的网络抗议事件 那在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的问题 其实是虽然我们用了比较宽松的定义去界定抗议事件 但其实很多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在比较模糊地带的抗议活动 你不确定到底算不算是我们要记录的范围 比方说我刚刚提到的业主抗议 它其实本质上是房地产的消费者跟开发商之间的纠纷 那所以其实某方面来说它只是规模比较大 然后金额比较高的消费者纠纷 那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 我需不需要把其他类型的消费者纠纷也放进来 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大概就是像这一类的情况 那目前我们的处理方式其实就是尽量以分析师之间的讨论为主 然后每次在讨论之后我们会可能会达成一定的共识 那接下来在记录其他的案件的时候 我们就会以之前讨论的公式为基础 去做后续的记录 然后这项计划的话 我们之所以想要系统性的记录中国的抗议事件的原因是因为 希望能填补这个资讯的缺口 因为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 2003年到2007年 这段期间中国它自己是有发布群体性事件的统计资料的 所以到2007年的时候 他们每年记录到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超过10万起 然后在这之前 其实1990年代开始也有相关的数据发布 只是说它可能不是从官方 然后正式的管道发布出来 那2008年到2014年这段期间 其实你就比较没有看到 中国抗议事件或者是群体性事件的统计数据 那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 有两个中国公民 卢宇跟李婷玉他们创办了一个 算是维权平台吧 叫做费新闻 那他们专门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这两个人每天可能就是会工作十几个小时 在电脑前面 然后在微博或者是其他当时中国比较常用的平台上面去搜集 相关的抗议事件 然后做最基本的核实之后 把它记录下来 包括贴文的内容 还有就是上传的 抗议者上传的影片跟照片这样子 那他们那时候记录的案件 最后从其实卢宇从2014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从他开始做大概2012年左右 一直到2016年两个人被捕判刑 这段期间总共记录了大概七万多笔的抗议事件 那你可以看到从官方的群体性事件的统计 到2016年这时候 我想因为主要是因为负责 记录跟发布这项资讯的主体 从官方变成个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数据量是有下降的 但是相对来讲 2014年到2016年这段期间 他记录的中国抗议事件还是蛮多的 那从这两个人被捕之后 后来就没有再看到类似的计划出现 然后一直到2022年 一眼网这个计划正式开始发布资料 我们目前为止记录了大概 应该说收集跟记录到的资讯总共合起来 大概只有5000多笔 所以其实在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网络环境是有相当大的变化 那我自己在工作的 日常工作的过程里面 常常会有的感想就是 相对来讲以前比较容易取得 这些抗议事件的资讯 其实消失也越来越快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你越来越不确定 到底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些相关资讯 那这是我们计划在开始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 但那时候运气很好的 也不能说运气很好 只是说对于这样一个资料性的计划来讲 我们刚好碰上一个相对中国抗议事件 比较蓬勃发展的期间 所以从2022年的6月开始记录之后 7月的时候就有一场是 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抗议事件 那那次事件基本上的状况是 这些银行储户他的存款全部被卷走了 被一个官方 有官方背书的政府官股银行的其中一个理事 我记得应该是捐款潜逃到不晓得什么地方 然后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没有找回来 那时候所有把钱存在这个村镇银行的储户的钱 全部都领不出来 然后因为这段期间他又是刚好是在COVID封控的时间 所以当初有好几次储户想要到北京去上访抗议 那他们的健康码就变成是红码 就表示说这些人不能 这些人被认定为是有曾经跟感染源接触过 然后不能出来 那所以在7月的时候就有一个规模相对比较大的抗议 是在郑州那边 然后后来你也有看到很多国际报导这件事情 那这之后在7月到2022年年底 这段期间又陆陆续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 中国各地的反风控抗议 然后最后就是在11月的时候 11月26日还27日白局运动 所以那个就是各个地方可能就是都会看到几万人上街抗议的盛况 那我还记得那是礼拜六礼拜天 因为通常周末的时候我只是 我记得那天我只是习惯性的要去微博上面确认一下说 有没有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的新的抗议 结果后来就发现 微博上面被洗版 就是被各地出来上街抗议政府封控政策的 这些抗议者贴文洗版 然后就我礼拜六礼拜天就是在电脑里面坐了两天 那后来还有人说自由之家是白子鱼运动幕后的黑手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发布计划之后 隔几个月中国就发生这么大规模的抗议事件 但是你想要也知道我们只有三个人 这种这么大规模的活动不太可能是我们造成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想提一下说 我们日常工作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一直到最后发布资料中间的过程 那主要就是大概会分成三个阶段 一个的话是线索 我们会把平常找到的从不同的平台来源 找到的资料整理在线索表里面 然后这个线索表的资料之后会经过比较正式的编码 依照我们设定的大概二十几个栏位 表示完之后放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这两个基本上都是 我们都是用Google Sheet在操作 因为一来计划需要处理的资料量没有那么庞大 然后二来是我们需要有一个 可以让不同的分析师协作的平台 那这些记录到资料表的抗议事件 最后会连我们收集的影片跟照片 一起上传到一人网的官网 然后每个阶段其实在时间上都会有一点落差 所以比方说从我们每天分析师会用到的线索表 到最后把这些资料公布到网站上面 可能就会有几个月的时间的差距 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正试图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后之所以我们需要设计这样的工作流程的原因之一是 计划人力的问题 就是你可以从这边看到这是我们从2022年10月开始记录的案件 线索的数量跟记录完的案件的数量的差距 那从2022年的10月开始到现在它的差距是一直在扩大 因为每天我们可能会找到的资料量 基本上一直都是远高于我们每个人可以记录的案件的数量 所以我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把这些我来不及记的 抗议活动的资讯留下来 方便我之后 或者是其他人之后再做处理 另外一个原因是 在每天我们收集资料的时候其实是从很多不同的平台上面去找 包括中国比较热门的社群平台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认定比较值得信赖的媒体网站 这样子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分析师之间去确认说 我记录的东西是不是有跟其他人重复到 那如果有重复到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线索表上面先排除掉 重复记录的事件 然后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的第一个收集方式 就是分析师每天会手动的在这些不同的平台上面 去找相关的抗议线索 那第二个我们用到的资料收集方式的话 就是跟DoubleThink合作的微博爬虫 还有机器学习模型 那这个工具的话主要是 DoubleThink那边会用我们提供的关键字的清单 在微博上面每天固定时间把找到的相关贴文都记录下来 然后接着会用我们协助训练的机器学习模型去做分类 判断说每一篇贴文它是我们想要的中国抗议事件的几率有多高 那最后的话我们就会在大概每半个月一次处理 DoubleThink传回来的资料 那我们会在人工的把几率比较高 比方说目前我们是设定在70%以上 所以只要是高于70%这个底线的贴文 我们就会手动再确认一次 去看看说每一篇贴文是不是的确是我们想要找的抗议事件的线索 那如果是的我们就会再放到线索标里面 然后这一份我们标示完的资料会再传回DoubleThink 让他们进一步去训练调整这个机器学习模型 让它表现也更好一点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第三个我们资料收集的管道 它其实就不是在线索表上面做处理 那这部分的资讯是跟自由这家合作的伙伴提供的 之所以需要这些合作伙伴的原因是因为 不管是从分析师自己手动找的资料来讲 或者说是DoubleThink的爬虫帮我们爬到的资料 它其实能找到的都是相对比较一般的抗议事件 所以说比方说像在西藏或者是在新疆 这些地方可能也一样会有抗议事件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平常我们自己使用的这些平台上面 看到相关的资讯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合作伙伴的在中国的网络 去帮我们收集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的话 是因为我们其实也不会讲当地的语言 所以我们也需要伙伴帮我们标注他们传回来的资料 让我们知道说 它提供了某一起抗议事件的内容 为什么是抗议 那里面可能就包含不同的文化 或者说是政策背景的差异 所以我们需要他们帮我们解释 那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判断说 这是不是属于我们需要记录的范围 另外一个的 除了小数族群以外 我们还有跟合作伙伴 还有请合作伙伴帮我们寻找另外一个相关的议题是性别的议题 那这之所以需要请合作伙伴帮我们做件事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它近年来对LGBTQ Plus族群的态度越来越负面 比方说像中国它历史最悠久的上海private month的庆祝 在2020年的时候也已经因为不可抗力停办 所以有很多活动就开始变得是比较不那么公开 那我们如果要自己去搜集这些相关资讯的话 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在性别议题上我们有跟其他的单位合作 那请他们提供相关的资料 所以从刚才这些不同管道收集到的资讯 我们最后会放到线索表里面 那这些不同的来源跟不同类型的资料 最后会用比较一致的格式记录起来 所以目的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之后 在不管是搜寻或者说是在做统计的时候 它可以有一个相对标准化的格式 所以这里面就包括了三项资讯 一个的话是它发生在什么地方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发生在什么时间 第三个的话就是在我们会对收集到的 每一起抗议事件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明 让其他的分析师可以看到说 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什么原因 然后他们做了什么来抗议 比较常见的当然就是可能 比方说举标语或者说是举恨服 或说是在政府门口集会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是 我们会尽可能把这个事件里面的专有名词留下来 因为你要在只记录很少的资讯的时候 其实你不太会感受到那个影响 但是当资料量一大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忘记自己寄过什么东西 然后在同时有好几个人一起做资讯收集的时候 这个问题会变得更严重 你可能会记录到其他人已经记过的东西 那这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些相关的资讯 协助你去判断说我到底留下来的资讯 是不是有跟别的人重叠到 所以专有名词还有时间跟地点 这三个是我们认为在类似的资料库的案件里面 你一定会需要做的 一定要留下来的资讯 就是建立这个事件的指纹 方便你之后去做判读 那举例来讲的话 如果是业主抗议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留下这个建案它的名字 那如果是讨薪的案件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留拖欠薪水的这家公司的名称 之后要再回去找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找到你想要找的资讯 然后这些东西留在线索表里面 只是初步的处理阶段 那在我们把这些相关的资料 上传到网站之前 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完成编码 这边我只有稍微放了一些例子而已 那实际上在记录案件的时候 一起按键大概要记大概20个栏位吧 就是包括时间地点 然后模式 那这个模式可能它是标语抗议 可能你看到的影片或是图片里面并没有人在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他们留下来的横幅 或者是贴在墙上的标语 然后群体的话 比较常见的当然就是不同的产业的劳工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购买房产房地产的业主 那议题的话就基本上会跟群体有相对的连结 所以劳工的议题通常都是拖欠薪资 那业主的抗议通常就是他购买的项目烂尾 就是你付了钱但是这房子其实没有建好 之后也不会建好 但是你还是要每个月偿还房贷 这样子 然后他们抗议的对象是谁 还有就是这场抗议活动的规模 不管是线上的规模还是线下的规模 我们都会另外标记 而且这个因为这个计划当初的设定 是要提供中文跟英文版两个版本 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一长串的事情 你都要做两遍 你要做一次中文 然后再做一次英文 那我们后来就是用公式 把中文标签翻到英文的这部分 让它尽量自动化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比较专心的处理 在中文这边尽可能用准确的标签 去界定这起抗议事件就好 那最后的话在资料表里面 标记完成的所有案件 会跟我们在记录这起案件的时候 留下来的截图 还有图片跟影片 如果有的话会一起上传到一眼网的官网 那在官网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首页就是提供三大统计资讯 一个的话就是抗议事件的地理分布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时间上的分布 这个部分主要就是提供使用者做参考而已 因为跟我之前提到的情况一样就是我们在从线索表到网站 之间会有几个月的延迟 然后最后在右下角的地方你可以选自己想要看的不同栏位的统计数据 那这些数据它其实可以提供下载 所以在右上角的地方你会看到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那它下载下来的东西主要就是我们填写的那一份资料表 中文或者是英文的 不过图片跟影片的话就没有办法提供下载 这样子 然后每一起按进去之后 其实你可以再看比较细部的我们填写的资讯 包括这起抗议事件的简单的说明 还有就是我们所找到的那个资讯 可能是贴文或者是一个网页的截图 然后最后就是在这个网页上面它有附上 可以让你自己判断这起抗议事件的真实性 就是包括照片或者是影片这样 那去年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在稍微再做一个一点调整 主要是考量到其实一般人可能不一定对资料 有这么强烈的需求 那对于比较一般性使用的使用者来讲 我们有想说要提供一个视觉化一点的界面 所以后来就另外放了一个类似照片墙这样子的选择 所以你可以进来这边然后就是直接 这边就会直接把我们所收集到的所有的抗议事件的照片 或者是影片显示在这里 那你的游标移过去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自动开始播放 然后除了这以外 我们还有用自己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做分析报告 那分析报告大概是每一季会出一次吧 所以第七期大概是在这个月底之前会放这样 然后顺便做个广告就是我们五月底的时候 也要办远桌论坛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参加 那这个计划到目前为止 其实遇到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网信办的网络审查的力道 从1990年代一直到我们收集资料的这段期间 其实可以感觉到你能在网络上找到的资讯是越来越少的 那以我自己的日常工作来讲 就算只是跟两年前这项计划刚开始的时候相比 你在微博或者是在抖音上面能发现的资讯 它消失的越来越快 那另外的话就是你以前可能找到的东西 现在也不一定找得到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设法应对的另外一个问题 那以上是我们一言网计划的简单介绍 谢谢 还想生生命的介绍 请问在下有没有人有问题 我们可以放一到两个问题 有吗 请说 你好 我想询问说 这个网站它会一直揭露这些中国想要下架的内容 那你们要怎么保护自己的资料库 不会被打下来 或是东西被删掉 我们其实留了大概有四份备份 所以有两份备份是在线上的 那另外两份的话是实体的备份 每个分析师在每天记录案件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记录的 记录案件的相关档案 存在自己的电脑里面 那另外一份实体备份的话 就是每个礼拜我们会固定 对这礼拜记录的所有案件做一次备份 包括资料表备份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一整个礼拜我们上传的 所有照片跟影片的备份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 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就被 中国把我们的网站资料删掉 除非刚好办公室也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觉得几率应该蛮低的 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 就是刚刚跟上一个问题有点关系 就是说有没有碰过阻断攻击 因为毕竟他如果没有想要哪里知道 他可能只想封锁言论的话 也是蛮有机会的 但是碰到这种 有因为这个网站而碰到阻断攻击案例吗 或是他会持续到多大的规模之类 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那我不太确定其他做 因为其他的合作单位 也不能说合作单位 就是我们有用他们资料的网站 其实也是在发布类似的资讯 中国劳工通讯 所以他们也有一份这样类似的资料 只是他们是专注在劳工抗议 那我们会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资料是从他们那边来的 但是以他们的经验来讲 好像目前也没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还算蛮安全